好 那還有鐘聲 對 好 那就是歡迎大家來到我們CMTVG的這個一城櫃 那我是今天上半場的主持人Semina 那相信在大家如果有就是追蹤我們的Facebook的粉絲專頁的話 就是應該或多或少 對吧 社團好 就是或多或少都可以 就是知道我們有一個專案叫Infralab 那今天的第一場就我們有請這個此專案的負責人 對 郭靖 然後來為大家就是揭曉什麼是Infralab 那請大家用熱烈的掌聲歡迎郭靖 其實不是要講Infralab 只是以Infralab的意思 就是要介紹大家就是因為我自己在部署Infralab的時候 實際上是只有花 在實際部署的時間其實只有花兩個多小時 所以大家介紹一下如果在幾個小時內快速部署一個 可以使用的一個private cloud這樣 那我做影片因為我自己個人習慣 所以我都是做英文的 所以如果有哪個地方看不懂的話 可以等一下Q&A再詢問這樣 對 那這是今天會大概講題的內容 對 那首先我稍微定義一下就是我在講題裡面介紹的 就是我部署一個CEO雲到底是包含哪些內容 對 那會稍微介紹一下Infralab that 現在的架構跟他在幹嘛這樣 對 然後主要會分四個階段做介紹 第一個階段是我要部署實體機 我是怎麼做部署的 那第二個階段是我要部署 就是後續這個Cloud要使用的Storage 那這個Storage是怎麼用部署的 那最後是Infrastructure as a Service的Layer 跟Platform as a Service的Layer 到底是怎麼部署的 好 對 那首先自我介紹一下 那這是我的鏡照 就是在一個多小時前才拍的 對 所以跟大家很多講者一樣 都是在上海前都來做投影片 對 那我現在是CN2G的co-organizer 那目前在東京工作 所以我應該是目前全場那個 那個距離最遠的人 對 好 那現在在CN2G負責去 maintainInfralabs這個長案 對 那同時也是一些 all sorts software的contributor 對 好 那首先我們來定義一下 就是這個講題 我們的部署私有雲到底是包含哪些部分 對 那首先講一下包含的部分 包含的部分就是從 像Server的OS的安裝 然後OS的設定 然後Storage的安裝跟設定 然後AirbrushLayer的部署 跟Platform as a ServiceLayer的部署 那包含這幾項 對 那不包含的部分呢 就是實際去做硬體的操作 例如說我要上架Server 我要接線 那我要做那個架構的設計 跟網路的設定等等 對 所以這些是不包含在今天那幾個小時內的時間 對 好 那接下來快速介紹一下 我們是用CN2G底下一個轉彎叫Infralabs 那顧名思義我們把它切成三個部分來講 第一個是CN2G 畢竟是底下轉彎吧 所以叫CN2G Infralabs 那Infra部分就是我們希望能夠提供一個環境 infrastructure環境給大家去做使用 然後Labs的部分主要就是這個環境 是要給大家使用去拿來做一些測試啊 或是架設一些自己想研究的東西的 對 所以簡單來講就是一個提供給CN2G社群 或是其他社群一個環境 Infral環境去實驗或是去玩一些 大家有興趣的一些Infrastructure相關的Software這樣 對 那目前提供的服務就是跟一些比較常見的 Public Cloud相關的服務 像有VM啊 然後有網路啊 有儲存空間 DNS跟LowBalance等這些服務 那大部分的組成員金都是用Current軟體 像是Ninx啊 OpenSec啊 Cef啊 OpenVisage啊 Ansible 然後跟一些監控相關的軟體這樣 對 那如果想詳細知道架構的話 在GitHub上 CN2G的GitHub上有介紹一些相關架構這樣 好 那我們進入今天的主題 那首先我第一項會開始從安裝Server的OS開始 那TOM在那個原裝環境之間會叫做他BearMetal 裸機部署這樣 對 那裸機部署會使用這個專案 它專案的Icon是一隻熊熊 那它其實是OpenSat底下的一個專案叫做Ironic 那這個專案負責就是去Provision 我們這些BearMetal Machine 那簡單來講就是安裝你的OS 在你的私地機上面 對 那它除了跟其他OpenSat的原件可以做互動以外 它有一個叫做Standalone Mode 稍打一個N 對 那Standalone Mode的有另外一個專案名稱叫Bifrost 但是它其實算是底下的一個專案 那這個Standalone就是我可以不使用其他OpenSat的原件 單純使用這個Ironic做私地機的部署 對 那這樣的話你可能 我不需要使用OpenSat其他的功能 例如說網路或是Storage或是認真相關的功能 那我只是要部署私地機的話 我通常也是可以利用這個OpenSat Ironic去做部署 對 然後Ironic基本上可以做到管理整個 這個BearMetal私地機的Lifecycle 就是你從我私地機過來 然後我要做Error 我要知道這個私地機是什麼規格 然後有什麼硬體 多少記憶體 然後多少硬碟等等的 那再來是部署 就是我要持機部署OS在上面 然後甚至我要做Maintainance 我可以先把這個私地機做 把它Mark成Maintainance Mode 然後可能要關機等等的 那甚至你最後要Decommission的私地機 它可以幫你做DiskWipe等等的功能 所以在整個私地機從一開始上架 到你要做Enroll到Decommission 它都是可以做 都是有同樣功能可以做負責的 好 那這RQG的部分我可能會快速講過 那基本上 因為ByFrost是RNA的Sand-Down Mode 所以主要原因就是RNA的組成 那RNA Inspector負責就是Enroll名的部分 就是我私地機在開機之後 PXE不只有它會負責去做檢測我這個CG 有是什麼CPU 有多少記憶體 然後它的硬碟是有哪些等等的 對 那MaraDB是做後面一些資料儲存 那Nginx主要是負責提供一些 configuration的服務 例如說 iPXE的configuration script 那我在部署的時候我需要我的Virtual Media 的ISOV Image 然後跟我Instance 部署的時候的Image等等的 那DNS Mask出負責是PXE的DHCP這樣 對 那在ByFrost的話 它 除了你可以用內建Around Inspector 去做Enroll名的部分 你也可以直接在一個YAML file 或是JSON file等等 去定義一個Node這樣 那基本上一個很簡單的example就是 我可以放Node的UID 然後它的IPMI的資訊 然後還有哪些網卡 然後它部署之後 它的IPV式Address要設成什麼 然後它的一些Properties 像是它的CPU Architecture 還有多少記憶體 然後它的Disguise多大等等的 對 那我們可以用這個Inventory 做Dynamic Provisioning 那這部分是比較Surrender的部分 所以我在這邊不會細講 對 那整個Deploy流程大概是這個樣子 首先你要學一個Deployment Note 那這個可能就是你要手中裝OS 以及你要在上面裝ByFrost 等等其他服務 對 那之後你要install ByFrost有需要一些Dependency 然後之後你再installByFrost 那這個只需要一行就好 然後後續的Enroll 跟Provision的話 在ByFrost裡面都有提供 它相關的Encible script 可以去做使用 那你只要去跑兩個Encible playbook 就可以直接做完整個Enroll 加部署的部分 對 那安裝很簡單 就是你直接把那個 Sysio clone下來 然後透過它那邊的Cli 做install 然後去指定你要 你要利用Network Interface 跟你的DHCP Pro 拿來PXE布 DHCP Pro 要用哪些IP 那之後的話 你只要去export你的Cloud的資訊 然後去指定 剛剛提到你Inventory的File 那InventoryFile 剛剛提到除了YAML以外 也可以用JSON 或者其他檔案格式 對 那後續你只要跑 兩個不同的Hable 一個是Enroll 一個是Deploy 這樣Hable跑完之後 你的CG會開始部署 對 那CG部署模式 這邊可以特別講一下 就是它基本上透過PXE Boot 然後PXE Boot上面的Image 會有一個Aronic Agent 那這Agent會負責 從剛剛提到裡面的 Engine X這個Web Server裡面 去Download 你部署所需要的Image 然後再把這個Image寫入 你部署實際上 想要部署到的硬碟這樣 然後之後它會透過IPMage 去Trigger重新開機 然後設定使用那個 部署的硬碟做開機這樣 那這個流程跑完之後 你的OS就會直接 部署到你的 部署到你的CG上面 對 那因為主題是 要在技巧時內部署 所以我會大概計算一下 每個步驟所需要花的時間 那從安裝Deployment 那我畢竟你要手動安裝OS 所以會花一點時間 大概15分鐘 那安裝Dependency跟Bifrost 都非常快 大概個5分鐘 然後Inroll跟Provision 其實也非常快 兩個加起來大概15分鐘 所以總共 在部署CG方面的話 大概會花40分鐘左右 那 注意一下這些時間 大概是 以InfraX環境做基準 所以我們是只有 三個Node環境 那如果你有好幾個Node 甚至十幾個 好幾十個Node的話 可能會花比較多的時間 好 那部署CG我會提供一些其他 大家可能有聽過的選擇 例如說MAS 這是一個由 Canonical出的一個軟體 叫做Metal as a Service 然後它相比Bifrost 它是比較偏向透過GUI去做操作 對 那它通常也可以負責去管理整個CG的Lifecycle 那因為我自己本身 不需要用到那麼多功能 也不需要用到GUI 所以我沒有選擇使用MAS這樣 對 那另外一個是Clonezilla Lite 那它的確診是它只做Provision的部分 就是它Provision完就沒有它的事了 就它沒辦法做Lifecycle 這個Lifecycle Management 所以這也不符合我的需求 所以後續也沒有選擇使用 從CGlite做Provision 好 那BearMap部分大概就是這些 那接下來我們進入到Storage的部分 那Storage部分我們基本上使用的是Safe 那相信大家如果在Colinium 有做一些Storage相關研究的話 大家都有聽過Safe 那它基本上它是算一個 蠻很普遍的Software Defined Storage 那它除了大家常見提供的Block Storage的話 它而外有提供Object Storage跟File System的服務 那它內建就是有內建做HR功能 然後也是非常Scalable 那這些都是在非常大的Cluster中做測試過的 所以大家可以不用擔心它相關的功能這樣 好 那Safe的話基本上分了幾個服務 它有Safe Monitor主要負責的Cluster管理 那Manager是一些對 從外部對Cluster做應用的一些相關的一些Plugin等等的 那OSD主要負責的是儲存 就是你的硬碟相關的寫入等等的東西 那MDS是如果你要使用File System的話 你要存MelaData 那負責做這些MelaData相關處理的一些服務 欸 怎麼多了一頁 好 那Deployment部分目前官方最推薦 它有一個叫做SafeAdmin的服務 那大家可能追這個名字感覺有點熟悉 就是因為它名字應該是跟CubeAdmin有特別去做配合這樣 那它基本上是一個Container-based deployment 然後Container選擇你可以用Docker 你可以用PowerMan 那它同樣也是可以Manage整個Cluster Lifecycle 就是我從一開始我要Bootstrap一個小的Cluster 那我要加更多Node 或是我要減少Node 然後或是我要對每個Node上面安裝服務做更改等等的 或是我要直接把整個Cluster destroy掉 它都可以做到 好 那它怎麼運作呢 它一開始會先Bootstrap一個最小的SafeCluster 那它就是一個Monitor跟一個MGR 那它會用MGR裡面的一個叫做Orchestrator 或者給你去Deploy新的Node 那這些Node Deploy的方式透過SSH去做操作 那這個SSH不是自己去找東西操作 是它那個Orchestrator會幫你做操作 對 那所有的Server都是會利用Container去部署 然後用SystemD去做Manage 對 那這是它代替的價格我妥約時間不夠 所以我就不細講 對 那實際安裝方式還蠻快的 就是你要在installDefendency的話 你就直接set everything install 然後Bootstrap cluster 就直接set everything bootstrap 然後選擇你的Monitor 一開始第一台Monitor IP 然後之後你要加新的host 交完host之後你就部署你所需要的storage device 對 那實際上之後花時間大概會花35分鐘左右 就可以部署出一個Safe cluster 對 那後續configuring的部分可能會花比較多時間 因為Safe的話其實有蠻多參數可以做調整的 好 那接下來是Inverture as a Service的部分 那這方面目前使用的是OpenSafe 畢竟它是目前算最 最多人使用的開源的Inverture as a Service的服務 對 那基本上提供大部分年定到public call有的feature 像是一些VM啊網路啊儲存相關的 對 那它對Kubernetes也有相關的integration 有一個OpenSafe Cloud Provider 那它也有提供multitendency 就是我所有使用者可以做隔離 畢竟這個cluster是要給很多使用者去做 對 那archer這部分很複雜 時間不夠不細講 對 那部署的方式是透過cova ansible 可以從名稱大概知道它本身是透過 ansible去部署的 那所有的opsite服務也是利用container去部署 那它主要的configuration方式就是 單一一個configuration file 所以你在config管理上面是非常簡單 那部署的話也是簡單的三個步驟就可以部署 那如果你對某些預設config不滿意的話 你也可以再做一些細部的調整 然後還有提供這項功能這樣 那deployment過程基本上就是 我先把我的configuration file寫好 那generate我所有服務洋的password 然後跑poolstrap 然後跑precheck precheck就是檢查on 這些ports有沒有 服務洋的ports有沒有被用到啊等等的 然後最後就是跑deployment 對 那實際整個部署的時間以三個鐘來講 大概會發55分鐘至一個小時左右 好 那最後是platformat service部分 那 platformat service目前使用的是correntis 那這部分是預設是沒有deploy 就是如果使用者想要自己deploy的話可以deploy 那我目前推薦的方法是用kops 那它是一個correntis部署的一個工具 那它是一個 它的名字是correntis operation的縮寫 那簡稱就是kops 那它同樣可以manager correntis cluster life cycle 就是我從create maintain 然後upgrade到destroy 都可以做透過kops的cr來做操作 然後它support蠻多不同hub的cloud 像是aws DHL Ocean opensec 然後sure跟gcp也有 對 然後它同時也可以manager 你cluster上面要裝那些add-on等等的 然後它的整個provision 基本上是全自動的 所以你只要把你所需要的 所需要的參數把它設定好之後 透過它去部署的話 就不用做太多的操作 好 那deployment部分基本上就是兩行指令 第一行指令就是我要create這個cluster 然後我提供給它我所有這個cluster所需要的一些資訊 例如說我的cloud provider是opensec 那我名稱叫什麼 然後用哪些image 然後那些image VM用什麼size等等的 那提供完之後我只要跑這updatecluster 它就開始部署你的cluster 那整個部署的時間大概會花大概十幾分鐘而已 那我覺得它最大的優點是 它跟cloud provider都有整合好 所以部署完之後你可以直接利用cloud provider內建的一些功能 很像是low-balance story或是cse等等的 對 那不需要再額外在你的cluster裡面在部署 cloud provider 對 好接下來進到簡訊的部分 所以總共我們大概花了多少時間呢 在bearment部分大概花了40分鐘 那story部分大概花了35分鐘 infrastructure as a service大概花了55分鐘 那performance as a service很快的花了16分鐘 所以總共的時間大概其實就只有 部署的時間大概只有兩個多小時而已 對 那至於這兩個多小時是怎麼達成的 那首先你要對所有的components要一定的了解 所以你在部署的時候 在做設定的時候都可以很快的去完成 對 那第二項就是你要事先計劃好你的架構 然後你的設定檔要怎麼寫等等的 那第三個是這些部署工具 大部分都是使用container做部署 那使用container做部署的好處就是 它把大部分安裝的 實際安裝的時間 都放在buildcontainer的時候去做 去做了 所以你在部署的時候是直接download container就可以了 對 那另外一項就是這些current軟體其實都是非常的成熟 那也有非常多成熟的部署工具 那利用這些自動化部署工具 可以很快速的去做部署這樣 好 那好像沒有時間做Q&A 那反正我今天一整天都會在 如果有任何問題想要問的話都可以找我 對 那歡迎大家加入CNQG社群 對 好 謝謝 好我們謝謝郭靖帶來的第一場分享 那如果你對InfraLab有興趣也想要使用的話 也歡迎就是可以來找他這樣子 對 那我們休息10分鐘呢 10分鐘後我們接著是我們的第二場